高尾翔 嗨 桑文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高尾翔Gaudry 这次可以邀请我到Kolompoor 然后有一个非常好喝的德国啤酒 然后是我觉得我一直来就是 为了啤酒就是很有那种 refreshing 很新鲜的感觉 然后我这次感觉到非常 就是一个放松的时间 我觉得是一个让我解称压力的一个时间 我本身还不错啦 我觉得啤酒对我来说是从高中的时候就开始了 因为打篮球的关系 所以很多很多队友都喜欢喝啤酒 我酒量还算OK啦 还算OK 我觉得因为就是打球的关系 然后跟队友就是可能有一些对比 或者是一些他们的就是玩游戏嘛 可能就是从那个时候练出来的 我喝醉就是会睡觉 除了有吐之外我觉得就还好 因为我每次喝多了可能就会睡觉 然后就是可能讲话不清楚这样子啦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应该 有的时候可能不了解我的时候 我就觉得可以让大家知道 其实我有出两本写真书 那两本写真书里面有包括我的性格 也包括我的兴趣 对啊那其实我不会 我不会太就是不觉得 大家不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吧 那我觉得可以慢慢的跟大家一起分享 我自己的个性是要慢慢来的 然后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更认识我的话 可能在电视剧上或者是在偶像剧上 或者是在电影上 或者是在节目上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一个connection 好处我觉得受欢迎吧 因为我以前在温哥华打工的时候 也有很多人喜欢就是来电影 就是专门来看我 然后买一点东西 我觉得这样还不错 坏处我觉得可能人家会认为你只是一个 一个好看的人 但其实里面都是空的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个坏处吧 哎良心 这个当然是个人都不一样 每个人都不一样吧 我有听过就是像我这么帅的人 又这么高的人 就是朋友跟我讲 就是说就还不知道你有这么 这么有那种好心 就是可能帮人家收拾东西啊 或者是到人家家要帮他洗碗之类的 或者是帮人家倒垃圾 我觉得有的时候我做这些东西的行为 可能让人有人觉得 哎你怎么会这样子做 就是有点吓到这样子 对啊但我觉得这个是基本的礼貌 那你是 我觉得你的家庭环境 小时候带上来的那种习惯 当然是会在我的那个生活上面 这样子显示出来这样 我一直都觉得我本身就是这样子 对啊那我觉得是 我爸爸妈妈给我的一个一个look 我也不知道小时候 小时候我也不知道我会长胡子 对啊那我也是觉得长的胡子 就是有一个不同的形象 也是不同的一个style 那我是觉得 好像亚洲人是还蛮 蛮难长胡子的 所以我觉得长胡子以后 也是也是不同的一个人啊 对啊那我觉得从那个时候开始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工作进来这样子 对啊那算是我的幸运胡 除非要有一些要求的话我会 对啊那其实剃掉胡子 也是另外一个个性 也是比较年轻一点的比较拭目一点的 我当然是讲还是想当实力的一人 我觉得光一个空壳的话是 当然是大家都不喜欢的吧 对啊我觉得只是一个外表一个长相 里面是空当然是我觉得 对一般人说是觉得很不好啦 但是还是要自己的个性 要自己的那种魅力在里面 这样里面不会是空的 我觉得是比较有比较有吸引力的一种 那也是我从小到大 就是有一些梦想的有一些 就是做梦的一些 那个幻想在那边 现在真的是慢慢的努力啊 我觉得 现在 我觉得要一步一步来吧 对啊那我觉得 有机会让我可以演更多戏 学习更多戏 然后跟制作人或是跟导演这样学习的话 也是慢慢的一个 一个一个stepping stone 就是达到我的目标 我觉得遇到国际大导演的话 我当然是希望可以推荐自己 然后让我显示我最好的一些 个性或是表情 我觉得如果这样子的机会 我当然还是会有很紧张的一个心情 但是我觉得你做好准备 然后见到大导演的话 那让他有喜欢你的那种感觉的话 是还不错的 我当然是喜欢比较有动作片的 就是可能有一些 嗯 有车子啊 有 有枪啊 有 就是那些action film 就是像好莱坞看的一些电影 艺术电影也是 也是一种不同的味道 我觉得 有一个好角色 有一个很好的story 我觉得也是一个 很很不错的一个经验 对啊 那不管是动作或者是艺术的 或者是 你懂 戏剧的 我都是 都是很希望去尝试这样子 我觉得个人都不一样吧 对啊 但我觉得 你懂 每一本出来的时候都会有一个不同的尺度 对啊 那我也是觉得 一定要看个人的一个心情是怎么样的 然后要跟公司讨论 要跟出版社讨论 那我觉得 你知道 当然是肉最多 当然是观众是最欣赏的 对啊 那我是觉得 如果有下一本的话 我会 尺度会更高一点 嗯 其实我还 就是我还没有看到欸 我觉得还不错啊 他有这个勇气 他有这个 信心 这样子 让他 很自由的这样子显示出来 我是觉得很不错啊 对啊 其实我第二本写生机 有全部裸 就是 大家都不知道 因为我穿了一个衬衫 然后下半身都没有穿 然后是在浴缸里面